這是劍職以色列嗎 因為在伊朗竟然發現了 中國製的雷射反無人機的系統 原本大家覺得說應該是沉默獵人 但是經過比對之後 發現這個推測可能有誤 應該是神農盾反無人機系統 無論是這個沉默獵人 又或是神農盾3000型 又或是5000型的 其實它都是裝有一個小型雷達 目標就是可以來偵測無人機 好 另外一個部分 最近在網路上盛傳一段影片 是中國所謂的H9防空系統 在敘利亞攔截導彈的視頻 但是現在相關的視頻 其實在去年10月份就已經出現了 不過這個視頻內容 是跟本輪的尾巴衝突沒有關係的 另外大陸的網媒也特別說澄清 其實不是所謂的H9 這個影片只是遊戲 這個遊戲裡頭的畫面罷了 但是說到這個H9 它是紅旗9 是中國大陸第三代中遠端的 防空導彈武器系統 可以進行一個全天候的防空作戰 針對這兩個部分 我一併請教一下將軍 對 這雷射的反無人機系統 那個就是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在雷射系統這一方面 這個研發已經完成了 然後在部署 你要這個量產跟部署還有一段 那伊朗也沒拿到 我認為這是一個機密 那現在神龍 神龍盾的話 三千或神龍盾五千 它是一個致盲 我們講到的 就是我們講到的 把你蓋台蓋掉 我叫強波 把你蓋掉 我們為什麼進來的時候 你手機收不到信號 他把你遮蔽了嘛 不要讓你收到信號嘛 就跟屏障一樣 為什麼我們進門的時候有一個吹的 在那個進餐廳有個門口 那蒼蠅蚊子飛不進來啊 把你遮蔽掉啦 就類似這樣 他可以這樣子 那你無人機的話被蓋台 他都聽信號做事情的 結果被你蓋掉他盲目 他瞎了 他不知道聽誰的了 因為沒有信號才指揮他了 那他亂飛 那掉地上了 就類似這個一樣 他讓他盪掉 或者讓他超窄 或讓他干擾 但是現在無人機 有一部分他是有抗干擾 你商用無人機很容易被干 你在表演啊 字幕啊有龍啊 龍飛鳳舞啊 把你掉了好幾個下來 你看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現在軍用的會有抗干擾 你干擾過我 我還有 我還可以繼續繼續飛行 執行我任務 如果不行我自己回家 還會自己歸航 轟命 轟命就自己回來 因為我受干擾了 我回來 要不然被你騙走 他就 欸 怎麼回來落地了 因為被干擾啦 他會轟命 就是歸航 我們叫做歸航 航就是航行的航 歸航就回去了 是這個樣 那現在的話另外一個 他現在就用這個 這個雷射這一方面 這個已經到成熟了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個蓋台的 他也成熟了 看怎麼運用 蓋台原理也強 現在現在到三公里 將來五公里 將來十公里 因為我的電子波 越來越強了 把你蓋掉了 因為我們講到這個 紅旗九 紅旗九 我讓我賣出去的是紅旗九B 紅旗九B設置是200公里 紅旗九B 紅旗九B有點像 改良版的俄羅斯的S300 但是它是中國大陸做的 紅旗九B 要這樣來看 那這樣他很久必說什麼 反彈跟反擊 那以色列對敘利亞 以色列對伊朗 會不會用導彈攻擊 當然可能啊 用導彈攻擊 會不會有戰機來轟炸 那當然可能 那我就部署拿到的紅旗九 紅旗九B來 那你就要飛到我200公里之內 我就把你幹掉 但是當然以色列 他有電戰能力了 會干擾這紅旗九 但是問題你干擾的程度怎麼樣 第二個你的參數抓的準不準 你參數抓的對不對 你如果參數不對的話 我的作戰頻譜你不知道耶 你只知道我的訓練頻譜 但是我的作 我的那個作戰參數你不知道耶 你的干擾效果是有限的 我一樣幫你幹掉 這要變成 所以以色列的F16 F16i或者是F15i 就是那個那個戰風機 被幹掉的可能性高不高 有可能的 你看到現在為止 在加薩地區 還有在依賴珍珠島 以色列有沒有飛機被幹掉 就抓到飛行員了 沒有嘛 但是你現在炸敘利亞 炸伊朗試試看 飛行員被抓到不一樣哦 那飛行員被抓到 大家都在看這個哦 那就整個 以色列的壓力就會來了 為什麼 你這個飛行員你要不要 會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這個 中東的這些戰事 按照這樣目前的態勢發展下去 還有得搞耶 好接下來呢我們繼續來談論 其實最近有一場這個國際的峰會 10月9號到11號 東盟峰會登場哦 當然會議聚焦在經貿 今年呢 其實各國的領袖都有出席 包含了中國總理李強 石破茂 還有尹錫悅等人都去了 這當中還包含了 菲律賓的小馬可氏 但是呢小馬可氏又調適了 因為他直接向李強 當面提出了質疑哦 表示說呢 南海非方受到騷擾跟恐嚇 呼籲東南亞國家加快跟中國 就南海行為準則進行談判 不要對外部勢力 針對東盟成員的侵略脅迫 還有非法行為視而不見 沉默只會削弱東盟 好當下他提出這番談話的時候 其實呢 東盟其他的國家是完全都沒有發生的 另外呢 他感覺也是要去討拍的 他直接秀出了中方海警船 朝菲律賓射水炮的影片 營造中方仗勢欺人的假象 想要博取同情 想要拉攏東盟國家 好當然呢 李強直接說了 南海是共同的家園 中國有義務保護其主權 中國大陸外交部犯人毛寧 也是直接說了 將會持續跟東盟各國 來落實南海各方的行為宣言 另外呢 這回在這個東盟峰會 大家也觀察到了 中國大陸的國產紅旗轎車 是負責接待來自各國的貴賓 還有這個領袖代表的 因此呢也被大家說這個是國產品牌 海外出口的又一例證 這個部分我先問一下張將軍 小馬可是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現在要去討拍 然後其實根本就沒有其他人聲援他 小馬可是戰略錯誤 他應該政經分離 政治保持彈性 經濟熱絡 因為他賺錢嘛 他現在菲律賓的國民所得GDP 每一個人平均三千兩百塊美金 很少耶 菲律賓很窮耶 人口一億零九百萬人 他有一千多萬人在當非擁非勞 賺這個勞力錢的勞力錢 他不是賺商品錢 他去外面打工到新加坡 到台灣打工在日本打工 在東南亞打工 跑到印度打工 賺還到美國打工 賺那個是勞力錢耶 會進來最大外衛收入是這個耶 怎麼可以呢 現在都是不是勞力秘籍的時代 現在走上智慧秘籍了 跟資本秘籍 他還在搞那個勞力秘籍 所以他走錯了一個政經分離 政治我保持彈性 經濟我要來賺大錢 因為你沒有錢你怎麼搞國防 你買那些槍軍人要薪水 這都要錢的 你不搞好經濟你沒有錢 沒有錢沒辦法搞國防 所以他戰略錯誤 經濟把它繁榮 然後政治保持彈性 然後跟中國要來談 看彈怎麼樣 找了一個最佳的切入點 不是硬幹 硬幹你現在 說中國大陸那海警察對你噴水 那他下面的那些 你叫到那個旁邊的 都跟中國大陸那麼好 越南他阻止外交 柬埔寨老瓜 是那個中國大陸的鐵桿 泰國 泰國還準備要向中國大陸買潛艦耶 還在那邊談那個生意耶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多少華人啊 新加坡 新加坡跟中國大陸也是巴黎巴黎 那印尼印尼也要買那個 泰國契丹的潛艦啊 這些都是跟中國大陸都不錯 你看你說你馬卡斯 你跟他們講完這個 下面幹嘛 下面就他們下面滑手機 根本你都不理 所以就知道他 他的政治智慧不夠 戰略錯誤 這是搞錯了 因為我們就講到這一個 你剛才講到這個 這個那個國產的 紅旗轎車 對東南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以前不一樣 中國大陸專門進口 像中國大陸汽車這麼外銷啊 將來可能就是世界上第一大的汽車外交國 為什麼 他的新人員車啊 電動車啊 又豪華 又經濟 又行程又遠 充一次電又快充 以前充很久 現在大概40分鐘充飽了 很快耶 那換下這個東西 這只是一個紅旗轎車亮相 那以後的話 這個新人員車 大概中國大陸在東南亞 從這個地面上到 到空中的 以後空中的C919耶 也要外銷東南亞 因為他區域的 他不是跨大洋的 他區域的 因為他是雙引擎 類似737 類似空中巴士 A320那個的 兩個發動機 然後載大概190個人 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看 你現在看的汽車 將來的航空 所以中國大陸 他的這個生產的能力 交通運輸 還包括我們叫做鐵建 就是鐵路高鐵啊 高鐵建設 鐵建 他都要出去了 是這樣 我們來看他整個的走法 我們不要過度去誇張講他 在我們務實來看 中國大陸原來 從這一方面是一個向上 向上的曲線 不是向下去 是向上曲線 所以我們來看 從車子來看 未來不是光是車子 也包括航空 也包括鐵路建設 另外一場戰事是俄烏之戰 現在大家都在說 烏克蘭是不是走進一個死胡同 他處境是不是有點像 菲律賓的小馬可氏 也是一直往死胡同裡面走呢 因為我們來看到 10月10號這一天 俄羅斯的軍隊使用了溫壓彈 打擊了哈爾科夫 一處建築造成正在開會的烏克蘭軍 果然總共有90個人死亡 這當中可以說是被團滅了 俄羅斯這一回是掌握情報 表示說烏軍在這個地方開會 所以他們就做了精準打擊 現在烏克蘭的情報已經被破解了嗎 另外消息也有傳出 這一回他們用一彈 這一彈就是溫壓彈 好溫壓彈的特色是什麼呢 先散布燃料器物然後點牙 會產生一個巨大的爆炸波 對廣大的範圍內的人跟建築物 都會造成毀滅系的打擊 好現在俄烏之間的戰士 俄軍已經直逼紅軍城了 所以烏克蘭軍隊 包含在烏東還有烏南都陷入了苦戰 因此呢 澤倫斯基因為冬天已經快來了 這會是一個最艱難的冬天 所以他現在呢 到了歐洲去討救兵 48小時的旋風式的行程 有跟四國的領導人會晤 包含了英法易德 他還說自己有一個獲勝的計劃 只要大家給我錢 還有給我軍援就可以了 好當然這當中呢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要不要讓這個烏克蘭 可以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然後使用西方的軍援武器呢 好旅特說交由個別的國家來做決定 澤倫斯基現在還強調整個戰爭局勢 為2025年停戰創造一個機會 同時沒有考慮停火以換取西方的安全保障 好當然這個部分呢 在10月8號北約閉門會議 反對烏克蘭入謀 薛亞利外長直接說 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不可能的 好土耳其總統則是認為 美國跟現在許多的會員國 也都不願意邀請烏克蘭入謀 現在俄羅斯要去對這個烏克蘭軍隊 現在要目標就是紅軍城 對 俄羅斯原則上它是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先摧毀 你看他溫壓彈 先摧毀把這個炸爛 因為這樣子抵抗你 我的俄羅斯才能夠安全一點 不然你那個整個戰爭很完整 先把它摧毀重要的軍點 重要的軍事目標 重要的這個火力發揚的場所 統統重磅摧毀 所以他溫壓彈 溫壓彈爆兩次 第一爆的時候整個油氣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一點火烘出來 那個核心溫度 兩千多 七百多度 那個燒得怎麼樣 我們一百度都不得了 人一百度都可以煮熟了嘛 他兩千七百度 然後他震爆 變成真空 把所有氧氣吸光 通通是窒息 沒有氧氣 為什麼沒有氧氣 通通被燒掉了嘛 沒有氧氣了 沒有氧氣 人一定死的啊 他是這樣 你看他震爆 高溫 然後沒氧 沒氧是窒息 你看這個厲不厲害 那代表說烏克蘭的情報 已經被破解了嗎 沒有 就是很簡單 你說有沒有 俄羅斯特工在那邊 他們已經過去開會了 現在東西多方便 他也不要講 他們已經進去吃飯了 在點水樓 他們點好餐了 這樣子 點水樓 OK 他們已經到齊 準備開動 就知道了 今天吃大桌 總共多少 就這樣子 他這個密號 根本不是講什麼 一聽 我們這個有默契 知道你講什麼事了 所以你看 然後完畢之後 這個炸爛了 俄羅斯軍隊 是不是就進來了 所以一進去掃蕩 第二步就是掃蕩 因為你沒什麼佔領 掃蕩完畢之後 掃蕩完畢之後 佔領 所以第一個 這個大舉轟炸 掃蕩 佔領 三步驟馬 我們每次看到這樣子 那現在距離洪青城 多少公里 你知道嗎 只剩下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很近 如果他在林口 已經快到了 你看到沒有 好近 因為洪青城是戰略要地 他是五路一鐵 高公路五條 五條公路 又是鐵路 一過去之後 一野平川 所以不能失去 那現在 這個盾內刺客 還有這個 弗利達爾 弗利達爾已經被人 俄羅斯攻占了 那距離洪青城 最近的咸線部隊 只剩下二十公里 很近 昨天還 昨天的時候還剩下二十五公里 越來越近 你怎麼辦 那這樣守不住了 那現在就是說 世界上沒有後悔要 當初烏克蘭 大家投 這個我們叫做 顏色革命 把他原來俄羅斯 把他拉下來 大家都投錯了 然後現在 烏克蘭的總統 折倫之一 也當初戰略錯誤 因為幹下去 可能西方國家會出兵幫忙 才不出兵 誰出兵 現在要改變 烏克蘭戰局 只有一件事馬上改變 美國出兵 美國出兵 大家剛剛跟人出兵 哪個 美國講的出兵 北大的信用工具 哪個敢不出兵 但是美國不會出兵 要出兵 早就出兵了 所以他的戰略錯誤了 然後現在呢 怎麼烏克蘭加入 別人都被騙了 打完之後 也不可能讓他加入 那烏克蘭變成功了 那烏克蘭 當然他現在 打越久 對美國來講是越好 為什麼 俄羅斯拖垮了 第二個 烏克蘭是不是窮了 窮了是不是要錢 猶太人錢最多 所以猶太人現在慢慢進來 以後烏克蘭變成 第二猶太國 第二個 然後打越久 是不是烏克蘭死越多 那是不是 有些房屋都沒有人了 對不對 猶太人進來了 錢 猶太人進來了 人 猶太人進來了 因為在中東 第一 那以色列 他那個國家不好弄 因為全部都是反乙 全部 中東那些國家 哪個跟以色列是好的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都不行 那哪個地方可以 這個地方可以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人了 這個地方最需要錢了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是哪個民族 猶太馬 猶太人是最有錢的 那就是 沒人猶太人有人 你要錢 猶太人有錢 所以打到一 還要繼續打 打到之後 讓烏克蘭通通沒有了 猶太人就進來了 如果猶太人 如果還有 責任世界還有 猶太人這方面 還有實力的狀況之下 那猶太人要接收 蠻困難的 越爛 猶太人越好接收 越不爛 猶太人 越難接收 所以說 這個是個戰略著遠 現在我們要朝 宏觀來看 這不是烏克蘭問題 是國際問題 也牽扯到猶太勢力的問題 因為 烏克蘭對猶太人來講 這個地方還蠻大的 好 接下來要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磁暴來了 好 磁暴到底是什麼 它是衛星跟航空器的惡夢 主要的時間 就是地磁擾動 將會明顯增強 並且持續大約會有54小時 最大規模可能短暫達到 強烈磁暴的等級 當然對於一些高緯度的民眾來說 是他們可以看極光 中國大陸的黑龍江 北美英國跟澳洲的墨爾本等地 最近也都有極光大爆發的狀況 但是我們來看到三大影響 包含了高頻的無線電通訊干擾會中斷 另外衛星定位的準確率也會下降 同時大規模的電壓控制 保護系統也會受到影響 另外就是太空飛襲器的操作系統 導電還有追蹤也會失靈 另外大陸的國安部已經示警了 現在有所謂的大量的閒置網路設備 已經變成境外間諜網購網路攻擊 導致泄密的後門了 包含了一些器用的服務器遭到重啟 還有閒置的攝像頭變成忙碌 另外就是這個未用端口被盜用 同樣的我們繼續還要來看到 美國的維吉尼亞州朗里空軍基地 竟然被神秘的無人機給侵擾 所以現在考慮要安裝反無人機網來保護F22 問一下將軍 我們講這太陽磁暴 太陽磁暴的它那個太陽 我們在太陽有太陽黑子 太陽黑子每11年大爆發一次 就太陽黑子 你看太陽如果要綠光鏡 你不拿眼睛看它有黑黑的 那是太陽黑子 太陽黑子是每10年循環 就跟我們看流星雨有沒有 在獅子座看流星雨 它有季節性的 不是說經常都有 不是要看季節 太陽黑子的旺盛其實是十秒 十一年週期 那太陽磁暴的速度多少 它這磅一磅暴過來的時候 往地球它時速 一個小時跑多少公里 非常快六百萬公里 不是六百公里 一個小時六百萬公里 最的這個 你要知道離太陽最近的 是這個水星 再來是金星 再來是地球 碰地球 還好地球有什麼 大氣層 沒有大氣層完了 你的手機都當掉 我告訴你 是這樣 那個最 如果到最旺的時候 你到日本就看到極光了 太強了 如果 一般來講 就在北極圈 就在北極六十度以上 你在日本還看不到 你看它 不到了極光 極光是南北極同時產生 它有對稱 你很奇怪的 你在南極看一個 在左極看一個 它對稱 這是好奇怪的 這是宇宙的事情 有時候沒辦法解決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人造衛星在太空 是沒有大氣層保護 那怎麼辦 就被它直接擋著 你剛剛講的 TPS不准啊 甚至我跟你講 有的人造衛星壞掉 被太陽磁暴給燒壞掉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唯一能夠保護的是什麼 關機 等通過之後 開 完全好 你不要開 你開就被它整個當掉了 當了之後就壞掉了 那你就要修 要不然 如果輕微的 就是說我物差大了啦 這個時候物差大 因為它太陽磁暴過來 一波一波 這樣過來 然後慢慢又減少 太陽磁暴 你可以算出來 我們距離太陽 是一億五千萬公里 它的時數是六百萬 那是一億五千萬公里 六百萬 你除一下 他們在太陽開始在暴的時候 過來到地球 多少時間 你可以算得出來 還好我們 我們地球有大氣層 月球是沒有大氣層 火星大氣層非常稀薄 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 所以火星的效果也是很差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F22 或者F35 將來的話 無人機是不是跑來跑去 到那邊刺炭 以後的時候是不是飛駕 到你機堡爆炸 上面裝一個手榴彈 上面帶一個彈怎麼辦 我這一架 台幣的話60億耶 你這個手榴彈 一千塊 就把我幹掉了 所以這個 你看這個是超限戰 就是說我最簡單 我無人機賺到你機堡 砰爆掉 所以怎麼辦 所以將來這無人機很難搞 我講過 我們不是買了400多億 買了108量的M1A2T 我說不要買那個 買無人機啦 不要買騰克 騰克又笨 又被無人機天天打 我們買那個無人機 你看現在美國都怕無人機 問題大家都怕 美國那麼厲害了 你看現在要抓無人機 要不然的話 他一千塊 就把我這個60億台幣 幾千倍幾萬倍的幹掉了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美國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了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至少 臨時 招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